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 基于陌生人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最近共享经济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 再到共享汽车共享女友 甚至连共享法拉利都有 共享经济可谓是无处不在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看的视频 是一个驾驶共享汽车的人 撞上一个正在骑共享单车的人 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位骑共享单车的年轻人 正停在路口的右转道前面等红灯 后面一辆共享汽车冲过来 直接连人带车一同撞飞 被撞的年轻人翻了一个跟头 从车顶上掉了下来 被这辆汽车带离了至少20米远 这位年轻人已经被送到医院初步检查 经过这一次的死亡之状 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部分软组织挫伤 这位共享汽车的驾驶员吓得不清 他表示他准备从十字路口右转的时候 发现前面有个骑着单车等红灯的人 于是慌乱中将油门当成刹车踩了下去 造成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此类情况发生之后 肇事者与受害者应该怎么界定自己的责任关系呢 小编认为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行人 都应该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 这条路上有非机动车道 当时骑共享单车的青年 应该在非机动车道上等红灯 而他却在机动车右转车道 前面一点的位置等红灯 结果导致后面汽车将其撞飞 也应该负相应责任 洸杂半内献火 预备 简鸡 北材 20del